当前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团已经完成了武汉当地的行程 可是还会继续留在中国整理相关数据 在几天后公开发现 该专家团特别的称赞中国的开放程度超出预期 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正在武汉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的世卫专家组成员表示 他们要求到访的场所以及希望接触的人士都获得中国方面允许 开放的程度超出预期 世卫专家组成员达萨克表示道 团队提交了一份经过深思熟虑的地点及人员清单纳入调查范围 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反对 但是寻找新冠病毒源头复杂 未来还需要许多年的研究 达萨克表示 现实的调查只是迈出了第一步 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够确认到该病毒的来源 需要采集动物样本 基因分析以及流行病学研究 另外世卫专家组成员为生物学家以及传染病专家多明宁克表示 大家都知道疫情是如何在武汉华南市场爆发 但关键的是当时和之前发生了什么 而难题在于早期的无症状感染者 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病毒 如果认为会找到零号病人那就太天真了 而从专家团的发言 以及前几天所释出的信号相同 本次访问中国 所得出的结论 以及将要提交的报告 将无法回答外界的所有疑问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德勤 在中国遭到当地员工举报违规 中央社综合中国媒体报道 在本月3号晚间 网络传出了德勤华勇会计师事务所 北京分锁审计一组的一名员工 将一份长达了55页的PPT文件 群发到公司的电子邮件 举报四年工作期间的各种不合规的人和事 根据PPT资料 德勤遭举报在审计过程中放水 并没有执行审计程序 其中还涉及了中国外域、博奇环保 以及曾经因为虐童事件为大众所知的 红黄蓝教育等等三家上市公司 在2016年11月对中国外运2016年度的审计预审中 现场负责人要求举报人 直接地把抽屏的样本 发送给烟台中外运国际物流的财务人员 让该财务负责人填完相关资料之后 就直接地发给审计团队 举报人表示 在上述专案审计中 放水的现象就多次出现 自己与审计团队沟通 反映相关异常状况 反而遭到审计团队质疑 并且被要求透过放水的完成抽屏审计程式 举报人还表示 在2017年6月份 对上市公司红黄蓝2016年度审计中 审计专案成员称 之前自己很多底稿中的抽屏工作中的日期和金额 都是随便地填写 胡乱编造的 多个会计科目的抽屏工作并没有认真执行 并且还教唆举报人 将底稿中多处的凭证资讯 是否相符栏目全部直接填上相符 举报还提到了 在2016年度审计中 博奇环保博奇专案 在山西阳城审计监盘中 发现了普遍性的存货减值迹象 很多库存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减值标准 然而项目负责人不相信 该同事所发现的这一事实 拒绝待机体减值准备 并且派人重新监盘 得出了被审计单位存获不存在异常的报告 严重地违背审计职业道德 从目前所曝光的内容来看 违规行为涉及不少上市企业 而涉及的得勤员工 不但有高级经理 高级审计员 甚至连合伙人也参与其中 举报人表示已经将相关举报资料提交给中国证监会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香港证监会等等的监管机构 对此德勤发表声明表示 先前就收到了一名员工透过内部管道报告的相关事项 并且已经对此开展全面调查 并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影响审计工作的充分性 因此相关审计工作支持我们的审计意见 我们会对受到的任何质疑进行调查 声明还强调 对于传播德勤相关虚假资讯的行为 会保留采取法律行动的权利 另外德勤内部举报事件 要身上热搜新闻引发舆论关注之后 中国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高丽 在本月5号表示 已经关注到相关资讯 后续情况会持续更进 拜登政府当前强硬的对中态度十分明确 而中国政策团队已经成型 可是团队内部似乎还是存在分歧 哈尔街日报报导 拜登政府的气候特使 愿奥巴马政府国务卿克里 寻求达成国际气候协议 而这必须要有最大排放国中国的合作 才有望取得效果 不过拜登的印太事务协调官 原奥巴马政府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则希望对中国强硬回击 文章引述拜登政府官员表示 他们对中国战略团结一致 只是华府内部目前主要的忧虑在于 克里与坎贝尔是否有团队意识 还是两个人会各自地试图独立主导 拜登政府的中国政策 其后特使克里不但曾经担任 美国头号外交官 他和拜登的私人关系更非常的深 克里曾经与拜登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共事24年 而他现任特使职位也受到拜登直接领导 由他的前同事形容 克里不受到官僚制度约束 本能是登上飞机前往中国与北京达成协议 另外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则是很擅长官僚体系的运作 他有数十年对中政策的工作经验 曾经与现任的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 一起制定了奥巴马政府对中核心战略 并且与中国官员有长期关系 坎贝尔主张拉拢印太国家 就不同议题牵制中国 并且协助他们建立不对称的军事能力 抵消解放军优势 而现在华府部分人是最担忧的 是坎贝尔原先被视为是国务卿热门人选 今日却担任了相对低级别的职位 可能会导致其难以发挥坦队合作的精神 至于新任国务卿布林肯 近期就人权议题表示出强硬立场 但同时也表示 期望与中国就气候变化等议题合作 从中国政府角度来看 布林肯似乎是个很好的对话者 布林肯反对中美两大经济体脱工 而他早前选了自己访问北京的照片 作为推特头像 也因其讨论 有中方顾问表示 布林肯看来会更加关注中美之间的发展 而不是川普政府那样与中国的正面对抗 现在拜登政府的对中团队已经成行 虽然在部分领域观点有严重分歧 但是华盛顿邮报指出 该团队许多人之间都存在着长期的友谊关系 这有望可以弥补团队间的不和 法广综合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过去的正台明星北京市前副市长陈刚 受贿将近1.3亿人民币 2月5号被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公开宣判15年 并且处罚金500万元人民币 另外对陈刚受贿所得的财物 以及所资深的利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资料显示 1966年出生的陈刚 此前试图十分顺畅 2002年就担任被视为是肥差的 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 2006年年仅40岁的陈刚 出任了北京市副市长 是当时北京市乃至于 全中国政坛上的一颗耀眼星星 可如今却因为受贿面临牢狱之灾 2003年至2018年 陈刚利用担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政府副市长 北京市委常委等等职务上的便利 以及国务院南水北雕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 常委等等的职权以及地位 形成的便利条件 为相关企业在建设工程项目 用地性质变更 规划指标调整 项目审批演收等等事项上提供了帮助 并且非法地收受他人给予的财务 共计1.28亿元人民币 中国自从2018年爆发严重非洲猪瘟疫情之后 升猪层南受变大幅下降 到了2019年8月份就下降将近一半的数量 而中国升猪数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所以中国的猪瘟疫情也就严重冲击国际猪肉市场 这段时间以来 中国政府虽然持续努力地想要恢复生猪数量 但是现况还是不容乐观 德国之声综合路透社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数据 2020年中国生猪存蓝量上升31% 去年12月份中国政府还放话表示 因为非洲猪瘟而减少的生猪存蓝量 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的上半年就会完全恢复 而到了11月 存蓝量已经达到非洲猪瘟首次爆发前水准的90% 可是现在中国却又同时的爆发多起猪瘟事件 官方媒体对养猪业的疫情少有报道 但是业内人士以及分析师注意到 生猪传染病的爆发有所增加 作为全球最大猪肉消费国 中国政府要面对保障猪肉供应 平抑价格的压力 但是一段时间来 猪肉价格却还是居高不下 导致通货膨胀 以及进口量畅新高 核兰合作银行在北京的资深分析师潘成军表示 除了还在传播的非洲猪瘟 现在又有更多其他疾病 例如口蹄疫以及流行性腹泻 山东永逸咨询公司盛州在一份简报中指出了 可能是中国养猪户 使用了未经批准的疫苗而出现猪瘟的新病毒株 也导致了更难以发现的慢性疾病 该报告表示 去年疫情基本集中在北方 而今年疫苗病毒的危害在南方也相当普遍 影响到了今年1月全中国猪肉产量 另外现在中国养猪户 但由猪瘟疫情蔓延 开始将尚未成长完全的猪脂送往屠宰场 用一资逊所公布的资料显示 今年1月份最后一周被送进屠宰场的生猪中 17%的猪脂重量都低于90公斤 而过去送往屠宰场的猪脂 大多要到120到140公斤 从养猪户的恐慌 以及频传的猪瘟疫情来看 中国今年要想将生猪存栏树 恢复到2018年爆发非洲猪瘟疫情之前 可以说是难上加难 然后再次准备 再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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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准备